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胡锦涛主持会议 全国各地加紧生产调运 灾区急需的帐篷板房 大批施工机线和人员进入现场 四川灾区两处艳色湖排险 取得重要进展 全国小麦主产区陆续开连 各地抓紧抓好粮食生产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 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的特大地震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破坏性最强 波及范围最广 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 地震发生后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坚强领导下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紧急行动 全力以赴 灾区广大干部群众不屈不挠 奋起自救 全社会奉献爱心清理支援 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 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台湾同胞以及海外华侨华人 河中共济 踊跃捐献 形成了抗击地震灾害的强大力量 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抗震救灾斗争 众多外国政府 国际组织和国际友人 积极支援 为抗震救灾提供了宝贵帮助 经过顽强努力 抗震救灾斗争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 这场抗震救灾斗争显示了党和人民的伟大力量 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前进道路上艰难险阻的勇气 必将激励我们信心百倍地 把全民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继续推向前进 会议指出 当前抗震救灾形势依然严峻 任务十分艰巨 仍处在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 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 在继续做好被困群众搜救工作的同时 把安置受灾群众恢复生产 灾后重建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扎扎实实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 要增派有精业的专家 保证医疗急救物资供应 做好部分伤员转移治疗工作 全力抢救受伤群众 尽最大努力保障伤员生命安全 要着力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 调动各方面资源 抓紧生产和调运帐篷 蓬布房材料 活动板房等物资 抓紧调运生活物资 确保灾期群众临时居住和基本生活 要全力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增派卫生防疫人员 及时调运防疫药品 迅速把卫生防疫力量 覆盖到所有乡镇村庄 加强疫情监测报告 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要严密防范次生灾害 加强地震监测预报 做好余震防范工作 重点做好燕色湖险情处置 要抓紧抢修基础设施 尽快全面恢复灾区交通通信 供电供水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灾区企业要自力耕生 奋起自救 农村要组织抢收抢中 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 要创造条件 帮助灾区学生恢复上课 妥事安排孤儿孤老孤残生活 深入做好受灾群众心理安抚 和思想疏导工作 加强社会管理 维护好灾区社会秩序 要认真做好灾后重建前期工作 统筹规划科学评估分布实施 抓紧制定灾后重建规划 和具体实施方案 建立对口支援机制 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 会议强调 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地方部队 及各方面救援力量的协调配合 建立健全强有力的 市县乡村抗争救灾领导体制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 各级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确保抗争救灾各项工作 和措施的落实 各级干部要坚持 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深入灾区深入基层 靠前指挥 把受灾群众安慰冷暖 放在心上 满腔热情帮助受灾群众 排忧解难 尽心尽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要引导灾区群众 发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精神 互帮互助 苦干实干 在全国人民支持下 满怀信心 重建家园 创造美好生活 要加强宣传舆论工作 及时准确公布 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 深入宣传抗震救灾中 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 激励广大干部群众 振奋精神 团结一心 搞好抗震救灾工作 会议强调 当前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很重 各地区各部门 要按照中央的角色部署 坚持一手抓抗震救灾工作 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 全力以赴支援灾区 全力以赴 保持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 切直做好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筹备工作 以实际行动支持抗震救灾 坚决夺取这场抗震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多生产一顶帐篷 一间板房 灾区就多一个温暖的家 这两天 各地开足马力 为灾区生产调运帐篷和板房 这里就是胡总书记考察过的 廊坊雅致房屋公司的生产车间 总书记的到来 让工人们倍感振奋 现在各个车间都在加班加点的生产 全力支援灾区 这家企业加快生产速度 联谊安装了新设备 新招聘90名技校毕业生 实现24小时不间断生产 每天可生产板房500套 为保质保量 陕西帐篷生产企业 取消了装饰印字等非必要工序 天津的企业推掉了其他所有订单 河南 吉林 重庆 福建建设部门 派出专人到生产现场进行监督 致检工作24小时不间断 今天 广西 云南 江西等地 提供的帐篷板房 相继运往四川载区 我身后正在搭建的活动板房 就是湖北省在对口支援的 雅安市汉原县所建造的临时医院 经过两天的紧张施工 这个临时医院已经初步搭建完毕 这座临时医院有200张床位 医疗条件达到县级医院水平 我现在是在都江县市中心镇 灾区群中的一个安置点 安徽省首批原县的5000平米 过渡安置房正在这里紧张搭建 山东省原县绵阳市 北川灾区的活动板房 正在紧张事故 在湘泉湘黄江中学安置点 今天就有26套活动板房交付使用 今天 湖南在运出首批新研制的 竹制抗震房的同时 还派出专家利用四川当地的竹子资源 就地生产抗震房 山西太原原川建防突击队 也赶赴四川 将为灾区呈建6500套过渡安置房 这里是棉州市的一个安置点 在之前的十来天 这里主要依靠临时应急手段 来解决运电的问题 国家电网电力应急遣修队的工作人员 正在给这里铺设新的线路 为下一步大家的生活 提供长期稳定可靠的正式电源 今天下午 棉州所有的安置点 都全部恢复电网供电 目前处北川城区 因受灾群众外迁 已无恢复价值之外 四川其他地区已恢复供电 目前地震灾区的有关部门 正在按照严格的程序 把救灾物资 尽快发放到受灾群众手里 这里是汉旺镇的救灾物资配偶中心 在这个上万平米的一个空存空间里 存有大米 方便食品 水 以及药品和简单的生活用品等物资 那么这些东西呢 也供给着目前汉旺镇60多个点 4万多群众的日常生活 上午11点 汉旺镇牛鼻子村的负责人 来到配送中心 填起了单据后 开始领取当天配发的物资 一个多小时后 记者跟随着物资运送车来到了牛鼻子村的物资发放点 工作人员按照人员名单 以实名制的方式把物品分发给各家各户 这个名单的作用就是我要维持他们的持续 让每一个都把他们所得应该得到的东西拿到手上 为了确保物资发放及时准确公开透明 汪川县还组织工作人员分遍区对各安置点进行规范管理 我们每一个账簿是变得好的 每一个账簿后头都有一个就是领事负责人 领事负责人来 在抗争救灾一线最危险的地方 海军陆战队的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前 带领官兵出色完成抢险救援任务 24号上午 海军陆战队的10名陆战队员 在四川绵竹东北镇抗灾一线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每一次极难险重任务 陆战队的党员干部都主动请应身先士组 在断粮断电的天池乡和清平乡 党员突击队冒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山体滑坡 徒步行进30里 营救出142名被困群众 在被燕色湖围困的玄平乡 党员救援小分队又不顾频繁余震的危险 激降到陡峭的山间 转移出21位重症伤员和老人 党员干部率先锤饭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 感染着每一位陆战队员争分夺秒 帮助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截止目前 海军陆战队官兵已转移营救受灾群众920多人 搭建防阵帐篷5000顶 武警四川总队成都市支队政委李批金 在三位亲人遭遇不幸的情况下 强忍悲痛 至今仍带领官兵奋战在抗阵救灾第一线 汶川地震发生后不到半个小时 李批金就带领300名官兵向重灾区都江燕进发 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并展开救援 短短五个小时就从废墟中救出了103名被困群众 而就在此时 从老家北川县传来消息 家里房屋全部垮塌 大哥等三位亲人遇难 十位亲人失踪 这时的李批金把对亲人的惦念深埋在心里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救人 救人 在这个时候就是尽我们来全力以赴 这个尽最大的努力 让老百姓这个减少这个损失 连续290多个小时的奋战 李批金先后转战都江燕 汶川应秀镇等重灾区 指挥官兵从50多个受灾点 搜救转移被困群众820人 在汶川县城 很多人都在一辆公交车旁排着队 一打听才知道 这里是一家临时的银行 现在是把几排座位 当成了几个临时的营业的柜台 他们不要做的一些村子 比如说买在屋头找不到 我们就有办理挂室 还是单位处局整理 或者处局处局整理 我们就办理挂室 汶川是搞的汽车银行 李县和蒙县搞的账户银行 另外的话我们那个自动轨员 就一切蒙县开张了 那么这样这个货的话 我们就全力保证我们 汶川酒窄过程当中的部队的经费 酒窄款的薄付 然后我们再命的程序款 今天四川灾区唐家山和文家坝 两个险境最重的燕色湖排险工作 取得重大进展 今天凌晨 由成都军区和武警水电部队组成的 1800名突击队员 冒着随时发生塌方滑坡的危险 经过八小时的连夜徒步行军 已经将一批急需的特殊装备 运到唐家山燕色湖霸顶 因为天气好转 已经在绵阳南郊机场 待遍了三天的大型运输船机 明二六 今天终于开始执行调装任务 上午9点43分 第一架重型运输机 经过对唐家山燕色湖霸顶上空勘测后 在雷谷镇机场试降落成功 截至记者发稿时 已经调运了大型设备12台 输送人员和食品 油料帐篷等物资 我现在就坐在唐家山燕色湖 巨大的霸顶上空 又一架直升飞机降落了 大规模运送物资和人员的飞机 一架接一架地放这边飞过来 平均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架 我们现在飞食的高度 海外高度是一架的挖点 这里就是唐家山的燕色湖 现在挖掘机正在紧张地工作 截至发稿时 燕顶控制高程已削下近三米 按计划直升机将陆续向燕色湖工地 输送大型挖掘机80台套 我们大概10天左右 6月5号左右完成这个任务 这里是平武县文家发燕色湖的抢险现场 那么经过48小时的昼夜抢险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宽5米 深2米5的这样一个泄水通道 目前饮水明渠正在加宽加深 预计明后天就能将水引出坝体 文家坝燕色湖对下游的威胁将得到有效缓解 来自水利部的消息 目前四川地震灾区34个燕色湖 全部处于水利工作组的严密监控中 所有水库无一垮坝 整体风险在降低 同呼吸共命运 各族人民在抗震救灾中 互帮互助同舟共计 汶川县罗布寨是全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地 地震中220户人家房子塌了 无家可归 十天时间 解放军官兵在羌寨里 升起一顶顶绿帐篷 他们这么远来 不怕山高路有 那就我们再去人民 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小金县的路口呢 是那头是通向汶川的 因此呢 如果家民从那头迁徙出来的话 这是一个必经之地 当地的很多村民啊 就从两天之前 就自发地组织了一些食物和水 来到了这里准备着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细心的回族居民呢 也特别在此准备了回族居民 可以吃到的饭菜 大妈 这个里头是一些什么菜呀 有什么 有土豆 我想做点贡献 给他们自己的一点心意 湖北省人民医院的爱心病房 贴满了红纸条 原来这里收治的伤员 一半以上是枪族伤员 而枪族有个风俗 家里有病人要挂上 祝福康复的红纸条 5月23号 空军母部两架直升机 把一批生活和灾后重建物资 空运到李县灾区 甘宝藏宅 飞机来了 解放军来了 受灾群众心中有了依靠 当部队向村民告别时 还帮助把一位重伤的孕妇 空运到成都就职 谢谢 感谢国家 感谢国家 现在郭宋本台短评 做好本职工作 支持抗震救灾 地震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 时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大家纷纷捐款捐物 志愿服务 义无献血 以各种方式奉献爱心 当前灾区伤员救治 群众安置等工作非常繁重 一些前往灾区的慰问活动 容易增加灾区群众负担 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把对灾区人民的深厚感情 化为岗位奉献的巨大热情 就是对抗震救灾工作的 有力支持 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 将刊发评论员文章 迎接新的考验 和谢正轩的署名文章 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中国人民 国务院抗震救灾 总指挥部权威发布 截至5月26号12时 汶川大地震已造成 6万5080人遇难 36万058人受伤 失踪2万3150人 因地震受伤住院治疗 合计8万3527人 已出院5万3247人 仍有17168人住院 从四川转外省市治疗 5914人 截至26号12时 共接受国内外捐赠款物 308.76亿元人民币 其中到账230.02亿元 已向灾区拨付90.54亿元 截至26号14时 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 166.26亿元 民政部通报 各地累计运抵重灾区帐篷 65422顶 活动板房3834件 截至25号20时30分 通往重灾区的国省干线公路 已经抢通9条 正在进行抢修的干线公路5条 四川省确定的254个 击重灾区乡镇中 通公路的乡镇达到227个 占89%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 包括肾上腺素针 加板等在内的救灾急需要卸目录 四川地震灾区受灾群众过度安置规划出台 规划对安置房的建设标准等作出规定 中国银联采取在灾民集中安置点 布放取款机 向灾区人民尽快补发银联卡等五项措施 恢复灾区金融服务 教育部要求高校对抗震救灾中 表现突出的考生予以破格录取 并增加地震灾区招生计划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院抗震救灾 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回梁玉 今天乘汽车 赴汶川灾区公路堵塞段 考察抢通工作 看望和慰问 奋战在公路抢通一线的 武警交通部队官兵 回梁玉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他们表示深深敬意 并致以亲切慰问 回梁玉要求他们全力以赴 抢通保通灾区公路 为灾民安置和恢复重建提供保证 从应用汽车车返回成都 回梁玉随即召开会议 研究安排灾区公路 抢通保通工作 今天下午 国务院新闻办邀请 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 介绍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在抗震救灾中发挥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 共有17500多名 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 228万8000多名共产党员 投身抗震救灾一线 全军和武警部队 4万多名共产党员 直接参与了抗震救灾 各个部队组织的 抢险突击队 70%以上都是党员 截止今天中午12时 全国共收到 广大党员干部 自愿交纳特殊党费 是7.73亿元 眼下全国小麦主产区 陆续开连 大规模接收 全面展开 在受灾严重的安线农村 农民收烂的麦子 就晾晒在道路两边 那么也看着今天就要下雨 当地的救灾服务队 马上帮助群众 把量好的麦子包起来 搬运到为他们 专门送来的移动粮仓里 目前四川受灾地区 九成以上的小麦 已经收割归仓 这里是河南省南阳市 我们走了几块麦地都发现 今年的小麦普遍颗粒饱满 如果近期不出现 重大灾害性天气 那么今年小麦的总产和单产 都将达到近五年来最好水平 在淮河流域的影上线 当地流传这一句 下收时候的业雨 八成熟 十成收 说的就是进入逊期以后 这里的天气情况会非常的多变 所以在小麦还有八成熟的时候 就要进行抢收 这样才能够保证得到十成的收获 河北省的小麦 在有十天左右的时间 就叫大规模的收获 那么在最后这段时间 前前管理的重点 就是千方百计的增加 麦穗颗粒的重量 农业部最新农行监测显示 今年山东 湖北 江苏等 11个小麦独产省全面增产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 率领的国民党大陆访问团 今天下午抵达南京 开始了为期六天的访问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 陈云林和江苏省委有关负责同志 今天到机场迎接吴伯雄一行 欢迎仪式上 所有在场人士 为四川汶川地震遇难者莫爱 陈云林感谢台湾同胞 对灾区的深切关怀和无私援助 相信吴主席此次来访 必将对两岸在新形势下 加强沟通交流合作 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吴伯雄表示 希望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创造双赢 观众朋友们 这次新闻联播节目 不送完了 感谢你